好,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在这里简短的给大家做一个五分钟的节目 对上半年的华丽慕德团契的论坛做一个总结 也是给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的团队和听众、观众、弟兄姐妹有一点休息 那这个论坛的基本的背景是说2014年开始 我们华丽慕德团契开始了一个五年的论坛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的建设 这个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长期以来华人教会有一种的怪圈 就是内部的神学争论、张力导致最后的分裂 这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属灵传统之间不同的看法 甚至包括解经、请神的讲员、弟兄姐妹的追求方式和方向 那华丽慕德团契经过自身的十数年的实践 终于到了可以来面对和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主委会的成员包括李慧博士 他也在幕会差不多20年 周小安牧师、徐志秋牧师、王志勇牧师和我本人 其中特别是他们几位都是有相当的这种的理论的架构思维的 这种的严谨模式 我们其中还有一些应该来说周小安牧师、徐志秋牧师、王志勇牧师 都是华人教会中年这一批的非常重要的 也是比较著名的神学家 其中参与的人也非常广 也有各样的神学院的院长 也有神学教授 有重要的事工领袖 有各地的牧师 美国的教会领袖 还有很多的各地的同工等等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五位是主委会的成员 那下一次呢 也是下个星期 我们会请李慧博士来做一些回顾和分享 到了年中 我们希望原来的主委会的几位成员 就是周小安、徐志秋、王志勇牧师 也可以来进行简短的分享 这个论坛有一共五年 主题也是比较的重大 例如灵性、物性、品性、三元河流、圣约与华人教会 到了最后 我们在曼谷 泰国的曼谷 举办了一个纪念 基督教改教五百年的 这样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会议 也是各地的神学家和领袖 世公领袖和牧师一起来参与的 也出了一本的专辑 那么我们制作和播出的目的 我们有信心 并且也有上帝的指纹 相信这一个论坛 对华人教会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甚至可以说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的清理 一些的重建都会有重要的这个借鉴的意义 因为各个方面原因 我们只能选择性的制作和播出 但是我们非常感谢神 借着现代媒体 特别是油管的这样一个频道 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来帮助各地的教会 事工 让它传播出去 而不只是来出版集纸 书籍 或者只是在论坛的内部来讨论 那对华人牧者团体自身 这样一个五年的论坛 是一个保护 可以为华人教会的 这样的一些的神学研究 提供历史文献 甚至出版神学培训的教材 我们对于上半年的这个回顾 大概我们是比较专注于 三元河流的内容 甚至以三元河流的心态 和侍奉的方式进入各个领域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因为它是对华人教会 产生最大的张力 和关键的这个节点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上半年播出的里面 这些话题 包括神学性的、实践性的、教务性的、领域性的 比如说工商 比方说家庭 比方说青少年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一些 与对话有实际联系和帮助的 这些参与者听众的反馈 下半年的方向 我们将会制作和播出一些更为广泛的题目或者领域 那有些话题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包括历史 可能包括文学等等 那我们盼望 那我们盼望借着这样一个论坛的播出 可以帮助到各地的教会 弟兄姊妹 同工领袖和牧者 那个真的是很严肃的 也是非常慎重的 来反思 来梳理华人教会的这样的文化 这样的症结贫结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在这两周的里面 我们的团队有所休息 我们也非常感恩 也谢谢他们 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 也有一些的休息 我们两周以后 我们再见 愿上帝祝福大家